大家好,我是雪梨,今天咱们来看由齐尔世纪说所写的《枕上书番外》,十六。 在东华的照顾下,这几日凤九的睡眠倒是愈发的好了,入夜就睡,天亮方醒,在太成功的日子过得闲宅惬意。 怀孕初期的凤九看着依旧是那个曼妙少女,其实若不是那些衣冠们口口相传,怕是除了折言,也没人能看得出来她怀孕了。 大婚临近,四海八荒的众仙友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天天数着日子过,而婚礼的主人公,此刻却在太成功悠闲的下棋。 帝君,等等等等,我刚刚想事情,这个子洛错了。 凤九这几日居然对下棋有了兴致,天天拉着东华陪她对弈,无奈这棋意实在太差,而且她还有和林颂一样的坏毛病,洛子就毁。 你说我怎么就喜欢下棋了呢?以前宁愿被我家那老头子教训,也不愿安安分分地下盘棋。 凤九突然恍然大悟的样子,看来是她喜欢。 凤九边说边摸肚子,夫人,我赢了。 东华轻轻地落下手中的黑子,赢了? 凤九闻言忘取,果然是又输了。 不行不行,再来一局。 看来凤九今天不赢一局是不会罢休了。 严吉公,自安兰惹之梦后,苏默叶倒是极少来九重天了。 作为好友兼天族情圣,连宋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安慰安慰她。 连三殿下,相比在太陈宫,苏默叶在严吉公倒是自在多了。 虽然连宋同管四海水士,只为上市苏默叶的顶头上司,但二人心心相惜,平日里都以朋友自处。 莫少,尝一尝我心智的茶叶,和一点不比你稀骇的茶。 林颂递来一个茶杯,苏默叶尝了一口。 确实是好茶。 莫少这次来九重天,居然第一时间去找了帝君,而不是来我这边坐坐。 林颂对苏默叶此行有些好奇,自然是要第一时间打探一样。 寻常拜见,苏默叶语带保留,这般隐晦倒是让林颂更为感兴趣了。 莫非,还是为了当年樊叶谷的事,这也是林颂最为担心的。 她的这位朋友,虽然看似风流潇洒,但一入寝观却是死脑筋。 林颂担心她是否还陷在阿兰惹的事情中,提到樊叶谷,苏默叶云淡风轻的脸上瞬间变换了神色,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微伤。 她放下茶杯,久久没有说话,林颂知道自己戳中苏默叶的伤心事了。 事我多虑,这过去之事自然是过去了,莫少,喝茶。 真的过得去吗? 沉默两酒之后的苏默叶冷不防地说了这么一句话。 林颂殿下,有酒吗? 此刻饮茶,着实不知味了些。 有,虽然林颂不谈杯,而且相比饮酒,更爱饮茶些,但是这园级宫里,各处城上的好酒倒是不少。 苏默叶倒是不管拿来的是什么酒,只管一杯接一杯地喝,见他这般,林颂着实不忍。 往日之事不可追,只需放下。 苏默叶笑了笑,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对饮自怜,只是执念罢了,安来仍爱的是陈叶,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人,绕乱了本属于他们的缘分。 你想通便好,林颂顺着苏默叶的话说。 想通是一回事,能不能放下,又是另外一回事。 苏默叶有些自嘲地说,林颂一时语色,这情之一字自己又何尝放得下。 换年之后,他们会出新的造化,或许到那时,我就能放下了吧。 元吉宫里难得这般悲伤,林颂想着岔开话题暖暖气氛,既不是为了安来惹,那你找敌军,又是为何? 林颂到终是不放弃,苏默叶落寞的领上倒是献出一丝笑容,他倒了一杯酒,没有说话。 东华收拾完棋盘去了一趟膳房,最近他熬补汤的功力倒是越来越好了,这补汤极为讲究,轻力轻为,才能更放心些。 今日阳光正好,凤九正舒舒服服地躺在软椅上晒太阳,今日下棋有些疲累,不知是不是怀孕的缘故,坐着有点乏,于是献出九尾红乎的圆身,自在地躺着。 小小的一只,可在这太成功的院落里,却格外地显眼夺目。 小白,东华端着补汤走过来,看到凤九的延伸,却不由地恍惚了一下,凤九此刻已经睡着了,浑身暖暖的,非常舒服,而且一旦兴出延伸,睡得就格外沉,很难被叫醒。 东华放下补汤,坐在凤九身边,以前的他,曾为了自己舍弃如此美丽的皮毛,甘心做一只普通的小灵狐,日日陪伴在太成功,以前自己看书的时候,他也是这般的望着自己的吧。 东华此刻的白斩千回,凤九倒是丝毫不知,他正在睡梦中和滚滚放风筝呢,风筝又大又漂亮,等他一觉醒来,已是深夜,他正团在东华的怀里,东华把他搂在胸口,似是睡着了。 凤九还是头一回,以原生和东华如此亲近,不由得有些害羞,东华的睫毛可真长,他用自己的小爪子轻轻地碰了一下,想起在十恶莲花镜的时候,他可是趁着东华睡着亲了他一口,那时作为一只普通的小灵狐,他就敢这般占着东华帝君的便宜,想来自己预知都是颇有胆色的,不愧是经过不让薰眉的青秋红湖,他趁着东华眉醒,又变回了原生,还是这个视角看东华更好。 今天的东华睡得格外沉,自己这么些动静,竟也没吵醒他,许是这些时日照顾自己太过乏累了,他轻轻地帮东华盖好被子,走下床榻,桌上的补汤居然还温着,不要旁是一颗蜜糖。 凤九乖乖地把补汤都喝了,然后含着蜜糖,望向熟睡的东华。 凤九知道,这几日丛林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,自己怀孕后,东华分外担心,所以这婚礼的很多细节又得重新来过,只不过这些事情他从来不同自己讲。 东华说过,自己只需披上嫁衣,开开心心地嫁给他便好,其他的都不用操心,他只需每天吃好喝好睡好,好好地看着他。 睡梦中的东华无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胸口处,扑了空,微微醋眉,凤九赶紧躺回他的身边,握住他的手,扛在他的胳膊上。 东华似安心了许多,眉头又终于舒展开来。 东华醒来,凤九正一个人裹走了被子,睡得憨甜。 凤九是什么时候变回人参的,东华并不记得。 昨天他陪着原生的凤九在六角亭晒了一天的太阳,这四海八荒唯一一只九尾红狐,就这般乖乖巧巧地躺在自己身边,他不由地望出了神仙。 九尾狐出生极为人参,极少已真身世人,这世上见过凤九真身的,估计也就是他至亲之人。 还有自己了,他记得以前凤九画作《小灵狐》的时候,是很喜欢依偎在他怀里的,不过是嘴硬找个借口。 他明明是第一眼看见凤九的原生,就想往怀里抱。 他温柔地把这一团耀眼的火红抱起来,小小的一只,却好看得让人一不开眼。 凤九有硬,东华的动作自是格外轻柔,凤九的身子软软的,暖暖的,被抱进怀里时,还不自觉地往东华的胸口上蹭。 入夜,东华把凤九抱进寝殿,稳稳地放在床榻上,他打开枕边的一个木匣子,这里放着的正是此次松墨叶带来之物。 东华的额头上起了秘密的汗珠,身体感到前所未有的困乏。 他收起木匣,躺在床榻上,把凤九小心翼翼地抱在胸口。 后日就是大婚了,曾经错过的,终能一点一点弥补回来,他终于能看见他披着嫁衣的样子了。 凤九昨晚开开心心地瞧了东华一夜,非常满足,直到天快亮,才迷迷糊糊睡过去,连梦里全都是东华对他笑的样子。 小白 嗯?凤九半梦半醒间应了一声,咦,这被子怎么都裹到自己一个人身上了,昨晚明明他帮东华盖得好好的。 醒了,凤九有些不好意思地从被子里钻出来,然后把被子分东华一半。 我不冷,东华摸摸凤九的脸颊,凤九很舒服地贴上来。 我记得你昨天明明很小一只,躺在我环里来着。 凤九听东华提起自己的原身,有些害羞起来,脸颊不自觉地就红了一片。 对于自己原身的可爱程度,凤九还是相当有信心的,他从小可没少仗着这可爱的原身调皮捣蛋。 可爱吗? 怀孕果然让他的脸皮大大变厚,与其说试问,不如说他想让东华好好夸夸他。 嗯,东华的脸上战风出很好看的灿烂笑容,似乎在回想着凤九原身的样子,突然觉得自己很厉害。 怎么说?凤九本想听东华夸奖,怎么说着说着,他又夸起自己来了? 这次海拔黄为玉之九尾红湖,是我的了。 东华边说边搂紧了凤九。 大婚前一夜,按惯例,新郎和新娘是不能见面的,凤九得回一趟青秋,等着天族的迎亲队伍过来迎接。 一早,白浅便带着团子过来。 白玉知道凤九怀孕的时候,便三天两头往白浅出带话,让他怎么也得多照顾着凤九点。 上次去太盛宫,白浅见得东华和凤九寸步不离的另外样子,觉得自己作为姑姑,也不好老去打扰晚辈的新婚生活。 按理知道凤九怀孕之后,当天便到喜务宫,盯着娘亲的肚子看了很久。 娘亲,你肚子里什么时候会有小宝宝? 这一问倒是把叶华给问住了。 滚滚都要当哥哥了,我也要当哥哥。 小孩子的比较心理就是这么新奇,白浅尴尬得咳了两声。 瘫子,你快吃饭。 阿黎得不到想要的答案,显然很失望,扒拉着碗里的饭,一口也吃不下。 只听叶华利索地放下筷子,直接把白浅来腰抱起,头也没回就往寝殿走。 只留下一句,阿黎,你自己吃完回庆余殿。 接下来几日,倒也不是白浅不想来看凤九,只不过叶华着实太年人了。 好在阿黎天天跟着滚滚往泰城宫跑,所以凤九的情况,他也是有数的。 好不容易今天找了个陪凤九回青秋的借口,才能早早地带着团子来泰城宫。 一进院子,便看到凤九在和东华下棋。 白浅对这个执念是越来越不了解了。 上回竟然是在正儿八经地看书,这回又是在兴事勃勃地对弈。 以前忙着上升猪鸟,下河摸鱼的青秋小霸王,现在居然在琴琴书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。 小九,白浅还未喊出声,没眼灵接的阿黎就兴冲冲地跑去找凤九了。 阿黎,今日不去学堂吗?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? 凤九冰说,注意力还在棋盘上,他该走哪一步好呢? 凤九姐姐,娘亲许我今日不去学堂,我们陪着你回青秋。 凤九这才注意到不远处的白浅,立刻放下手中的白子,开心地朝白浅走了去。 姑姑! 小九,白浅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凤九的肚子上。 可还辛苦。 凤九摇了摇头,不辛苦,现在每天能吃能睡,都很好。 凤九看着气色红韧,身材依旧迁细,小父也不显怀,正是最需要注意的怀孕初期。 明天大婚会辛苦些,白浅还是比较担忧,这个从小一手带大的侄女。 姑姑放心,我如今天天喝补糖,还有折颜的药,不会有问题的。 你看我,现在活蹦乱跳的,现在立刻飞到房梁上跑一圈多长。 小白,不渴。 冬华牵上凤九的手,这冬华帝君还真是不分人前人后的腻歪啊。 白浅心中感慨,不自觉地拿扇子碰了碰自己的鼻尖。 小九,二哥二嫂托付我,今日陪你一同回青丘,他们也是担心你的身子。 白浅本来一说明,这么早吗? 凤九脱口而出,小没良心的,果然是有了夫君忘了姑姑。 白浅默默地吐藏了一下她那见色望迁的侄女。 凤九有些舍不得地望着冬华,冬华笑着摸摸她的头,然后对白浅说, 小白今天的补汤还没喝,一个时辰后,我送她去庆余店。 行,那就有劳帝君了。 白浅带着团子先回了庆余店,见姑姑走远,放酒问冬华, 今日的补汤早就喝过了,你是不是舍不得我,故意那么说的? 嗯,冬华承认得干脆利落。 小白,过来,冬华从袖口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。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,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, 订阅大雪梨,打开小铃铛,天天有堂客,我是雪梨,拜拜。 这一集就用冬华承认为带一个是摆费未来的激热调度。 这个特别能够承认为带,你们要够承担一下。 这是我们人身的重力。 识和的酒量。 他们跟着我,我们这样做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